现在很多人认为成功的人成为一个领导 或者说成为一个有钱的企业家才是成功的人 很多成功学就是讲企业学 我认为所谓的成功应该是能帮助别人 自己很快乐的人 自己对家庭也带来一种快乐 自己家里也不会成天吵架 自己整天都是不会出米哭脸的 就很开心的 无论是你要面对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事情 你有多勇气面对 同时呢 自己在身边的哪怕是十个人二十个人 甚至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 有多少人你要帮助他们 有一种利他的心 有一个成真的心 甚至我们的这种利他的心 发展得更康的爱护动物 爱护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可怜的众生 那这种心态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标志 所以我并不认为是所谓的成功人 现在人们看出来的成功人一样的 就是有钱啊 长得很漂亮啊 然后什么地位很高啊 那这些都是临时的 实际上这些人呢 可能是遇到一点点的痛苦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脆弱 如果我践踏他的脆弱的地方的话 他马上就会倒下去的 真正的成功人士 就像有智慧的人 有帮助他人的人 这个我觉得是很成功的人 但人们不一定这样认为 我的观点这样啊 谢谢大家